大业八年,隋杨帝亲率百万大军讨伐高沟里,最后却以惨败告终。 隋杨帝不甘心也不服输,他决心再赌上一把,于是大业九年四月,隋杨帝就亲率百万大军渡过辽河,再度讨伐高沟里,然而就在隋军即将大获全胜一血前耻之时。 突然发生了一件事,迫使隋杨帝不得不忍通放弃大好行事,再一次无功而返。 大业八年九月十三日,隋杨帝终于从惨烈的辽东战场上回到了东都洛阳。 他没有反省自己的错误,而是把怒气全都撒在了出征的将士身上。 他首先把监军刘世龙斩首,然后又把宇文树和于仲文除名为民。 宇文树是隋杨帝的宠臣,和隋杨帝又是儿女庆家,所以隋杨帝对他的惩罚只是装装样子。 但老将于仲文则没这么幸运了,被革置为民后不久,他就有份成吉而亡。 转过年来,大业九年正月,刚过完春节,隋杨帝就马不停蹄地再次吓着征兵,要继续跟高沟丽死磕。 大败之后,刚刚休整不到半年就再次出征,这无疑是一个比较冒险的决定。 那隋杨帝为什么非要这么仓促再战? 除了此前提到的那些战争流之外,这次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,那就是面子。 第一次讨伐高沟丽失败,隋杨帝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。 他这样一个战无不胜功无不克,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的大隋天子,怎么可能在高沟丽这样的小河沟里翻船? 而且还当着四方满意的面,这不是太丢人,而是把人都丢到了太空。 隋杨帝可是个要脸的皇帝,这个面子,他无论如何都要挽回来,而且是越快越好,否则大隋王朝在四方满意面前怎么交代? 既然这仗必须还要打,那这次隋杨帝没必要再亲征了吧? 上次亲征不仅没得到任何好处,反而还束缚住了将士们的手脚。 其实这个问题,不光我们这样想,当时也有人这样劝过隋杨帝。 左光路大夫郭荣就曾劝谏他道,荣敌失利,惩罚他们是我们做大臣的职责。 由我们去办就可以了,能发千军的努击,怎么可以用来射杀老鼠呢? 您是万成之尊,怎么可以亲自去对抗那些小小的蛮丫? 郭荣的意思很明显,杀鸡咽用宰牛刀,第二个劝谏的人还是态使令与之。 这个人在隋杨帝第一次亲征的时候,就提出过反对意见,这次提得更直接了。 他说道,陛下您去的话,这战争成本可就大了,本来一百块钱能办成的事,一千块钱也办不下来,大臣们的劝说既然都很有道理,那么隋杨帝有没有可能听进去的? 很遗憾没有,一个字都没有。 因为上一次隋杨帝亲征打败了,如果这次派一个将军去打胜了, 那他皇帝的脸面往哪搁? 所以一听与之他们的建议,隋杨帝立刻勃然大怒道,我自己去都不能打赢,派一个将军去,怎么可能赢? 但有了上次失败的经验,这次隋杨帝在其他方面的确学乖了,第一次出征,还没打仗,他就先规定任何将领不得擅自开战,遇到情况必须先行禀报。 其次每支大军都设有专管招降的使者,这两条原则束手束脚,让隋军吃了大亏。 这一次隋杨帝主动把这两条都取消了,不再设有招降使者,而且宣布不再干预诸江从事。 不得不说这次隋杨帝终于摆正了心态,是真把仗当仗打了,这次出征隋军的战斗力也有所改善,他在原有的府兵之外,又增加了一支名叫萧果的军队。 所谓萧果,字面翻译就是骁勇果敢,所有的萧果战士就是志愿兵,这就和隋朝原来的府兵,有了本质上的区别。 要知道府兵是义务兵,你想参军得参军,不想参军也得参军。因此府兵里面有好多人,都是不情不愿地走上战场,这样的士兵,战斗力可想而知。 但萧果战士就不一样了,萧果战士是自愿报名参军,他们都是渴望通过战争建功立业的人。 如此一来,萧果的战斗力可见一般,要比府兵高出不少。另外为了保证兵员质量,孙杨帝还可以提高萧果战士的待遇,不仅免除萧果战士之家的富裔,还把自己身边的守卫都换成了萧果。 这一点可太诱人了。俗话说得好,宰相门房七品官,更何况是直接跟着皇帝干。 所以好多富豪子弟和英雄豪杰都争相应务。 第二次东征和上一次仍然是水路并进,水路还是由来霍尔率军从东来出发。 陆鲁则有宇文树率军从卓郡出发。就这样,隋阳帝御驾亲征,第二次踏上了东征之路。隋军很快便渡过了辽河。 隋阳帝任命宇文树绕过辽东城,直奔平壤,配合从海陆进攻平壤的莱护尔。 而他自己则在辽东都站,命隋军主力攻打辽东城。 这次隋阳帝没有再给高勾力任何乍下的机会,从一开始他就集合了四十万打军,对辽东城发起了猛烈进攻。 在隋阳帝看来,去年的失败只是自己一时大意,这次一定要给这个罪儿小国一点颜色瞧瞧。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隋军将辽东城团团包围,使出了飞楼云梯撞车等各种攻城气息,同时还挖地道,昼夜不停地对辽东城发起猛攻。 然而一直攻打了二十多天,辽东城仍然是窥然不断,隋军没有丝毫进展。 当时的辽东城其实仅有三万守军,但却抵挡住了四十万隋军,一次又一次的猛烈围攻。 兵力如此悬殊,高勾力是如何做到的呢? 那是因为高勾力人和突厥土一魂等游牧民族不一样,他们的文化习俗更接近中原王朝,是典型的农耕民族,他们善于铸城,更善于守城。 其次辽东城相当于高勾力的第二首都,从十六国时期开始,高勾力人就把辽东城修建的异常坚固,城防设施也非常完备,在没有火药和大炮的情况下,要想拿下这样的城池非常困难。 所以隋军虽然人数众多,但是一时之间却发挥不出作用来。 为了拿下这座城池,隋杨帝算是把那个年代能想出来的工程手段全都用了一个遍,可是效果仍不理想。 虽然隋军屯兵城下将近一个月也毫无进展,但隋军之中还是涌现出了一位英雄人物。 他就是沈光,沈光就是隋杨帝被与文化集杀死后,唯一组织人替他报仇的人。 当然这是后话,沈光是无形人,他爸爸在陈朝关制吏布侍郎,本来也是官患子弟出身,后来陈朝灭亡。 沈家一下子就败落下来,居家迁到了长安城,没有工作,他爸爸和哥哥就靠给人写信谋声。 一般人可能也就任命不再挣扎了。 但沈光却不是一般人,他不甘心这样聊此一生,就非常用心的结交权贵。 他最先结交的对象就是太子杨勇,在杨勇手下当了学士。 没想到杨勇后来辈奋,沈光只好回家。 后来他又辗转头到汉王杨亮的手下,给杨亮当府院,没想到杨亮举兵造反。 而且也失败告终,沈光只好又回到家里,真可谓是挺谁谁死,眼光其烂。 眼看正常的途径无法出人头地,沈光又改换思维方式,走起了野路子。 沈光和一般斯文秀气的南方文人不一样,他是个有武功的人,能飞檐走壁。 当隋杨帝为了征讨高勾力,招募萧果将士时,沈光总算是盼来了出头之日,当即就报名参居。 现在隋军攻打辽东城,久攻不下之势,沈光隆重登场了。 当时隋军为了攻破辽东城,使用了一种叫冲车的装备。 所谓冲车一般都有四五层高,里面满载士兵,下面装着轮子,可以推着走。 上面斜竖着一个长十五丈,包着铁头的木头杆子,就用着木头杆子冲击城墙。 然而辽东城修得过于结实,冲车的冲击力量有限,所以不管用。 沈光一看,就悄悄地从冲车里面爬出来,顺着冲车上面的木头杆子爬上去。 他本来就轻功了的,转瞬之间就上到了冲杆的顶部,然后一跃而下,直接跳上辽东城的城头,挥舞大刀,招着守城士兵的脑袋,就卡了下去。 守城士兵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,马上就乱了阵脚,一连被杀了十几个人。 不过尽管齐开得胜,沈光毕竟是孤军奋战,等高勾力士兵反应过来,一拥而上,沈光一个人当然抵挡不过。 就从城墙上掉下来了。要知道辽东城塑以高俊著称,这硬生生的摔下来,就算不死也得骨折。 隋军这边不由的发出一片惊呼,可是谁也没想到,就在沈光即将落地的一刹那,他一把抓住了冲杆上垂下来的绳子。 不仅没有摔着,反而像猴子一样,直接顺着绳子爬上去,又斩杀了好几个高勾力士兵,然后才滑下冲杆,毫发无伤回到军营。 这番举动把两边的将士都砍呆了。这哪里是打仗,简直就是行为艺术。 他当然也亲眼看到了这一幕。这么英勇的士兵,简直就是大嘴的军魂。他马上把沈光说为典型,一连给了他三大荣誉。 第一,白沈光围巢散大夫,赐予宝刀两马。这宝刀两马也就罢了,关键是沈光一戒白衣,一次战斗就官败无品,已经进入了中高层。 第二,隋冉帝还把沈光调到自己身边,担任自己的贴身侍卫。而且就在贴身侍卫里,沈光的待遇也比别人高。 按照史书记载,隋冉帝跟他解一推势,充兴无比。第三,隋冉帝还给他写了一首赞美诗。 虽然沈光骁勇,他的英雄行为也起到了国武士气的作用,但是终究还是无法改变辽东城的战局胶着状态,怎样才能把辽东城拿下来的。 隋冉帝绞尖脑汁,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。 他让人感知了一百多万条布袋子,分发给士兵,让他们把布袋子里都装满土,然后一袋子一袋子的往辽东城的城下堆,最后堆成一个宽三十步,最高高度和辽东城齐平的斜坡。 这个胁迫的名字隋冉帝都想好了,就叫于良大道。一旦这个于良大道修成,隋朝的士兵迈着方部就可以攻上去了,到那时,高高历的三万士兵就只有束手就擒的份了。 到六月下旬,眼看这于良大道就要完工,这也意味着总攻马上就要开始,隋冉帝的心里乐开了花。 在隋冉帝看来,只要再有几天时间,这场战争就可以结束了,想想都令人扬眉吐气。 可是就在总攻即将开始,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之时,一个满面烟沉的骑兵,忽然出现在隋阳帝的大仗之前,翻身下马,立刻呈上了一封密信。 隋阳帝一看这封密信,顿时脸色大变,原来负责给隋朝远征军督运粮草的礼部尚书杨玄敢举兵造反了。 这可让隋阳帝一下子慌了神经了万分,运粮官造反,就意味着粮草马上就难以为继。 没了粮草,出征在外的大军就算不打仗,也要饿死。 都把家人留在了洛阳,而杨玄敢起兵的地方是黎阳,距离东都洛阳很近,万一他攻占洛阳。 这些家人可都成了他的囊中之物,达官子弟都在杨玄敢的手上,这些官员能踏实吗? 加之东都洛阳可是隋王朝的命根子,一旦被杨玄敢占了,岂不是意味着隋朝的半壁江山都面临危险吗? 隋杨帝不是傻瓜,当然知道孰心孰众,高勾立在可恨,毕竟属于肢体之极,而杨玄敢造反,那可就是关系到隋朝前途命运的心腹之极了。 所以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扯军,然而乌漏偏逢连夜雨,就在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,差点要了隋杨帝的老命。 那就是兵部侍郎胡思政投降高勾立了。说起来,胡思政投降是杨玄敢造反的连带后果。胡思政出身关聋贵族集团,祖上都是武将,本人也非常有才感,很受隋杨帝宠信。 所以这次出生高勾立,隋杨帝让他掌管军机,相当于总参谋长的角色。但问题是,胡思政不光跟隋杨帝好,他跟杨玄敢也关系不错。 杨玄敢造反之前,曾经跟胡思政有过联系,让他帮自己伪造两份文底,好让自己的两个弟弟从隋杨帝身边逃回来,跟自己一块造反。 要知道关聋贵族是一家,彼此都是打断骨头连着劲的关系,所以胡思政就帮了这个忙。 但现在隋杨帝正严厉,追查杨玄敢的党羽呢,所以胡思政就坐不住了,这件事一旦败露,肯定要被隋杨帝杀头。 胡思政的狼狈处境是杨玄敢造成的,按理来说,他应该去投奔杨玄敢裁队。 然而他这时候想要千里迢迢去投奔杨玄敢,肯定是不可能了,所以眼前就只有一条路可走,那就是投奔高沟里。 因此就在大爷九年6月26日深夜,兵部侍郎胡思政趁着夜黑风高就投敌了。 当第二天早晨,隋杨帝听到这个消息后差点哭了,胡思政是自己身边的总参谋长,他对隋朝的军事部署了如指掌,他这一投敌,就等于把隋军所有的军事机密都曝光了。 于是隋杨帝下令赶紧追,然而胡思政已经走了半夜,怎么可能追得上。 这样一来,隋杨帝已经没有了选择,只好立即撤军,一秒钟也不敢耽搁。隋军的所有军资器械,工程之据也全都丢弃在了辽东城下。 当时辽东城的守军根本不敢相信眼前的场景,一度以为隋军是在使诈,故意扬装撤退,以此来诱骗他们倾城而出。 所以直到两天后,高沟丽人才派出了几千人的小谷兵马去追杀。 就这样隋杨帝的第二次大局东征高沟丽,又以失败告终,那么改变了整个战局的扬选感。 为什么要在这个结构眼上造反呢?